一鸣二运三风水 便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这些植物被人们形象的称为破财花 它们的存在仿佛为家中增添了一抹晦气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 别再将这些破财花当作宝贝一样真实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检查一下 看看家中是否还藏着这些不吉利的植物吧 一绣球花 它虽然有很高的观赏性 但是由于其生长要求及自身的特性 所以是不能放于室内养殖的 并且绣球花带有一定的毒性 长期接触对人体不利 从风水学上说 将其摆放在客厅对风水很不利 给家人带来霉运 因此是不建议养护在家里的 二莲花 莲花开花时也很美观 但是风水寓意也不好 家中养护的基本都是晚莲 而它的谐音晚莲会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 还有很多人说莲花散彩 因为用尽一个夜间的时光搜集的露珠 却随着一阵微风就全部散尽了 这样就寓意着不聚财 所以养在家中寓意不好 三仙人掌 仙人掌和寒羞草一样 也是在风水学中不吉利的花的一种 它的外表上带有尖刺 将其摆放在客厅的话 就会导致整体风水运势变差 人们精神变得敏感暴躁 让人际关系不和谐 从而带来坏运 四 彼岸花 传说彼岸花是明界之花 生在黄泉路上 花与寓意都不吉祥 另外 它花朵颜色是血红色的 看着就让人害怕 触目惊心 因此也不适合种在家中 彼岸花虽观赏心较强 但根睛有毒 羞根含有生物碱立刻淋毒 可引致呕吐 静卵等症状 不可随意试用 五 扶桑花 在民间有种说法 扶桑花会带来不好的运气 使人诸事不顺 因扶桑和扶桑谐音 有死亡的意思 很不吉利 而且扶桑花在开花时 会散发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气味 会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睡眠 对于夫妻的关系 也有不利的影响 六 夜来香 夜来香虽然有很清香的气味 且在风水上也没有禁忌 但在晚上会散发出很浓重的香味 闻久了 会令人有头晕 头痛 恶心的反应 影响人的睡眠 因此也不建议养护 七 梅花 梅花在风水学上 相对而言不是很吉利的花 因为它的名字与梅谐音 因此会导致梅韵的聚集 从而让好的风水变差 人们如果养殖这种鲜花 虽然能受到情感熏陶 但是好的风水运势也会失去 从而倒霉不断 八 杜鹃花 正所谓杜鹃体血 相传杜鹃花是沾染了鲜血的花 所以 其在风水上也是不吉利的 容易招致厄运 让人们遇到不好的事情 并且杜鹃花的枝叶中有毒 无事后会让人出现四肢麻木 呕吐等中毒现象 危害人的健康 九 水仙花 水仙花已有一千多年的栽培与观赏历史 放在室内能使人感觉到温馨 宁静 但其临经内含拉克丁毒素 其花 枝 叶 都有毒 中毒后会使人腹痛 恶心呕吐 枝叶溅到皮肤上 会使皮肤迅速红肿起来 其花香也会使人神经系统紊乱 长期吸入其香气会头晕 睡前吸入症状更为严重 食 含羞草 含羞草的叶子一碰就会害羞的合拢 因此也会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但是在风水上 它是一种很不吉利的花 并不适合养在家中 含羞草会让人们财运降低 出现破财情况 还会导致家人关系尖锐不协调 亦导致争吵 除了以上始终破财花 其实很多植物器很多 寓意好又吉利 接下来 我们看看这些忘家又忘运的花卉 你喜欢哪一种吧 第一 桂花寓意贵人辈出 高考得中 桂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传统名花 自古以来就有高考状元 禅宫折桂枝 桂枝里面的桂枝就是桂花 是能登大雅之堂的花 寓意着平地青云 高中榜首于贵人 因此在古代 桂花一直是富贵高贵的植物 更有甚者说 门前栽桂花 人浅显富贵 只要门前栽种着桂花树 家里的后代容易人才被出 因此桂花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桂花虽然花朵不那么漂亮 但是它的香气扑鼻 而且这种花还可以吃 用来做成桂花糕 桂花酒都是特别有名的 让人入口难忘 是传统的饮食家庭 所以如果想在家里图个吉利 那就养盆桂花吧 桂花在南方地区比较适合的栽 那里的温度比较适宜 冬天也不太冷 因此桂花养成十几年的桂花树 一点问题也没有 在北方地区只能盆栽桂花树了 但是在室内养盆栽桂花树 一定要有合适的环境 放在光照充足的南洋台边 并且经常增加空气湿度 最好有室外的养护环境 才能把桂花养的花枝招展 绿意昂然 第二 君子兰 君子兰历来就是我国的传 统名花 是古代富贵人家的最爱 在电视上 也经常会见到古代的富贵人家里 摆着古朴的花盆 养着君子兰 君子兰开花 亭亭玉立 高大雅气 素有君子之风 叶片肥厚 花朵整齐花衣 给人带了一种富贵吉祥 花开富贵的美好意境 君子兰以前的价格 也是非常昂贵的 不过随着栽培技术的不断提升 君子兰的价格也逐渐回落到平民价 价中摆一颗君子兰 整个室内的格调就会提升很多 如果搭配上漂亮大气的紫砂花盆 让家里的格调提升一个档次 高洁又典雅 文静又质朴 还有着花开富贵 金玉满堂 财运亨通的美好寓意 君子兰比较适合室内养护 喜欢散射光的环境 不需要强光的暴晒 适应性比较强 也比较好养 养好了年年开花 养得品香好的君子兰 价格不菲 也是值得投资的一种富贵花 第三 发财术 发财术里来 就是人们喜欢的盆栽绿植 发财术的叶片郁郁葱葱 虽然不会开花 但是只是郁郁葱葱的叶片 翠绿油亮 珠形美观 就可以彰显出室内的高雅又大气 发财术的叶片 就像人的手掌一样 五个手指四散分开 寓意着四面八方的财运都能抓住 发财术 因为这个寓意 历来收到人们的喜爱 在花店里的销售量 也是非常大的 不过发财术 比较喜欢散射光的环境 在室内可以养上多年 叶片清脆浓绿 净化空气能力超级好 养一盆一举两得 不过很多人说养发财术养不好 那就看看 你家的发财术 是用营养土栽种的 还是用田园土栽种的 如果田园土的发财术 室有八九都是花店坑人的 很难养好 因为发财术的根系很不发达 用田园土养护的 在室内室有八九都得养死 盆土太板结 禁锢住根系的舒展 浇水浇不透 浇水之后 不容易快速的干燥 水大容易烂根 这也是养死发财术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是花商销售的一个猫腻了 因为如果都能养个几十年 那花店还能卖给谁去呢 第四 牡丹花 牡丹花开 雍容华贵 自古是中国的国花 自然有着富丽堂皇 国色天香 花开富贵 金玉满堂的美好寓意 在古代的皇家园林 以及富贵人家的花园里 都不会缺少了牡丹 牡丹花开 财运自然来 因此在家养牡丹 也是极好的 但是牡丹的养护环境 比较局限 它的根系很健壮 很发达 需要的栽才能养得很棒 还能养到几百年 长命百岁 堪称是家里的传世之宝了 能值很多钱的 但是很多人 是在家庭中盆栽植物的 养盆栽的牡丹 也是可以的 不过不如的栽长得好 可以模仿牡丹的生长环境 用大一点的花盆 放在半阴的地方 也能把牡丹养的花开艳丽 在室内有相当高的观赏价值 但是长期养牡丹 还是建议抵栽 盆栽的牡丹 很难养到几十年 在家养牡丹 冬天要经过低温的春花 年年春天才会大爆花 甚至能开满一个庭院 所以只有在北方地区适合 冬天经过低温历练 在南方地区 还是只看看就好了 养了也养不好 第五 石榴花 石榴花开红彤彤的 寓意着红红火火 吉祥旺盛 石榴节又多又密 寓意着多子多福 福寿吉庆 石榴自古在中国 就有很高的地位 不仅本身的营养价值丰富 挂过漂亮又好看 在北方地区 几乎家家户户家里 都会养颗石榴树 不用管它 年年会挂满大石榴 寓意着一家 能够多子多福 后代延绵 贵人备出 因此 石榴历来会特别受到喜爱 即使不能得栽石榴的 有的人在家里养石榴盆景 春天里开花红艳艳 秋天里挂过红艳艳 多子多福 谁不喜欢这样的植物呢 但是因为石榴的寿命特别长 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才能把盆景养得很好 但是如果有个小院子 随便在家里种棵石榴树 那就不用去管它 适应能力超强 年年看得花枝招展 年年看得果实累累 养成几十年 家庭和睦 子孙延绵 不枉此生的 第六 西财树 西财树它是玉树的一个变种 是多肉植物 又叫桶叶花月 予以招财尽宝 它是多肉爱好者的最爱 叶片像一个个小圆筒 太阳一晒就变色 非常可爱 养了十几二十年的西财树 那就像玉树一般 粗壮 霸气 让人为之惊叹 西财树和其他多肉一样 喜光照 怕积水 其实旺家旺宅的植物还有很多 金钱树 招财树 西财树 龙骨 玉树等等 喜欢养花的朋友 喜欢就不要错过哦 养些极力的植物花卉 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是一定要根据它们的生长习性来养护 养得枝繁叶茂了 才会旺家宅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或订阅